歡迎收看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夏天到了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你的衣服開始布料越來越少 開始穿短袖 甚至開始穿其泳衣 這個時候 身材的線條好像就露出的比較多 所以你就要開始克制一下 自己吃的東西 熱量要降低一點 糖量要降低一點 讓自己的身材曲線 也可以好看一點 可是口譽還是有時候 會有一點點馋 想要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來療癒一下身心 所以今天我們又要帶大家 用低糖的方式 讓這些東西小一點點 可是美味度不減 而且我們一樣可以去享受到 美食的感覺 到底是什麼呢 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 低糖點心達人 歡迎郭錦珊 錦珊老師 嗨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錦珊老師最近是陽光女孩 是嗎 對 因為我發現妳也有曬黑了 有 夏天到了 大家的皮膚要出來吸收一下 紫外線 這樣可以合成維生素D 所以從事的戶外活動比較多 對 可是也發現說 真的 可能妳身材的線條 就會也出來見人的機會 也比較多 對 沒有錯 原型必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在飲食上面 是不是就可以注意一下 尤其是我們常常在 吃點心這一塊 是除了你攝取的三餐之外 可能很多人就會覺得是 多出來的攝取 是 譬如說像是麵包 餅乾 蛋糕 如果說我忍著說 好吧 夏天了 那我就不吃這些東西 好像又會有一點覺得 很難度過這個夏天 對 這樣有點太痛苦了 可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這一個是吐司 對 它其實 這款吐司它算是比較基本款的 在食譜裡面 我沒有加到糖或者是鹽的部分 它比較偏向西式的那種 有點像奶油小吐司 它就是一個基底的味道 大家可以去做千變萬化 你可以加一點赤藻糖醇 就會有點甜甜的 或是你把加一點乾蔥 加一點鹽 它就會變鹹吐司了 而且我們今天 這個錦香老師要做的 前面就會告訴大家是 超簡易 而且是非常簡單的小吐司 而且是奶油口味的 所以口味上面是可以滿足你 想要吃甜點 吃吐司的一個慾望 但是做法又非常地簡單 有多簡單呢 先來看看材料 你就知道了 簡易奶油吐司的材料有 杏仁粉75克 無鋁泡打粉4克 無鹽奶油90克 全蛋3顆 材料看完之後 真的超級簡單 老師 我們怎麼只有 一 二 三 四 對 就只有四樣材料 它真的非常地簡單 而且我們要做的 不是吐司嗎 我怎麼沒有看到酵母呢 對 這一款吐司來說的話 因為像我們低醣烘焙 它原本就是屬於 比較沒有辦法去發酵 相信大家知道酵母要吃糖 可是低醣烘焙裡面來說的話 我們的粉材就沒有糖 我們也沒有再另外加糖 所以它是不需要發酵的 它就是這些基底的材料 就像你眼睛看到這麼簡單 我們下去調配 調配 進去烤箱出來它就好了 所以我甚至不用就是 夏天的時候還要像是一般 傳統的烘焙做麵包 你還要等一個小時基礎發酵 然後再整形 然後等中間發酵 最後發酵 對 這樣子 你其實只要利用泡打粉 就可以達到讓它蓬鬆的效果 我們今天做的是 奶油口味的基底 其實待會兒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學會了之後 這個景夏老師也會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去加入其他的口味 上面的變化 我可以怎麼樣去做其他口味 譬如說巧克力口味 可以 你就是加一點點無糖的可可粉下去 可可粉 無糖它其實滿苦澀的 你就可以再酌量增加赤藻糖醇 進去到基底粉在裡面 它就會變成像是巧克力吐司了 所以口味上面的變化 也要符合低糖 對 所以加進去的甜味的部分 是用赤藻糖醇 對 其他的就是風味上面 譬如說可可粉 或者是咖啡嗎 咖啡也可以 或者是抹茶 抹茶或是一點點的肉桂 肉桂 肉桂應該很香 對 一點點就可以提到味道了 對 或是剛剛老師說 鹹口味的可以加一些香料 對 像是乾蔥 或者是義大利香料 這些都是可以變換成鹹口味的 好 所以最重點就是 我們今天把基底先學起來了 好 所以這邊四個材料 我們要怎麼來組合呢 首先看到粉材的部分 粉材部分非常簡單 就只有馬卡龍杏仁粉跟 無鋁泡打粉 就只有這兩樣 這兩樣粉材把它倒在一起 稍微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好 我一定要用馬卡龍的杏仁粉嗎 對 因為我們低糖烘焙用的杏仁粉 它跟我們一般台灣常常在喝的 那個沖泡式的杏仁粉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一份馬卡龍杏仁粉 它是沒有杏仁茶的味道的 對 就是烘焙用的杏仁粉 對 烘焙用 然後因為常常會跟讀者 或是跟客人解釋到說 這個杏仁粉它是美國大杏仁 其實大家都還是不了解 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在烘焙行你可以找得到 它就會直接寫馬卡龍杏仁粉 你就絕對不會買錯了 對 好 我們把它倒到我們的攪拌盆裡面 對 然後泡打粉也可以一起加進來 泡打粉 好 我們稍微把它手持這樣攪拌均勻就好 可以看到杏仁粉的部分 因為它是油脂含量比較高的粉材 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結塊 你就是把它打散就可以了 好 打散之後放旁邊 在這份食譜裡面 另外兩個材料就是我們的 奶油 還有我們的蛋 蛋 對 這邊的奶油 我們要用融化奶油 所以如果家裡面有微波爐 你可以直接這樣進去微波 用中低火就好 然後一次10秒 20秒 慢慢看它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溫度過高 它的一些弱蛋白也會跑出來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用一個小鍋子 直接把它加熱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就放到鍋子裡面 對 那我想要問錦珊老師 如果說我們的粉類 我們今天用的是杏仁粉 對 我如果換成是麵粉的話 其實是不是就不符合低醣的 對 因為麵粉來說的話 它有50%以上的碳水 它的升糖指數也是 大概六 七十左右了 也就是說你吃下去 這些碳水會造成你血糖上面的波動 也不符合我們低醣的原則 低醣的原則 除了飲食裡面沒有糖之外 它們在碳水量的部分 也會希望說是在 設定在低一點的部分 所以麵粉不行 如果是其他的堅果粉呢 堅果粉其實大部分 都還是可以做取代 只是每個堅果粉 它有它不同的特色 像是我們現在用的是 馬卡龍的杏仁粉 自然 坊間其實 比較容易買得到的 就是馬卡龍的杏仁粉 其他有的會像用榛果粉 榛果粉其實也是可以做部分取代 然後會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同樣的 它們都是沒有筋性 對 這樣子的粉材 它不像麵粉 它具有筋性 不過老師也說到一個重點 就是其他的堅果粉 雖然可能也是沒有筋性 但的確味道可能會有一點重 對 譬如說像榛果粉 你可能會覺得 那個味道很重 它會有它自己獨特的味道 對 就不像馬卡龍的杏仁粉 它其實沒有什麼太搶味的味道 所以它很適合當作 低醣烘焙的基底粉材 對 好 讓我們奶油持續讓它是 融化的一個狀態 對 融化到液態的時候 就可以跟蛋打在一起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 要去加入其他風味的 譬如說像是可可粉 或者是抹茶粉 我是跟粉類這邊一起拌 對 就直接加在粉類 包含如果你要另外加糖 或是鹽 也是加在粉材裡面就可以了 好 就是所有乾性材料 都是在這邊 對 都在那邊就可以了 好 這邊我們提醒大家 烤箱預熱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來烤它 要在多少度呢 預熱 180度 上下火180度 180度 這個吐司它不但材料簡單 做法簡單 它烤得也非常快送 大概要烤多久 大概其實20分鐘 你看它表面有上色 就可以拿出來了 好快 所以其實可以早餐的時候 叫小朋友起床 然後媽媽就可以馬上做了 對 媽媽可以馬上準備 馬上用 對 對 所以它整個 都是非常簡易操作的 好 奶油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先 我們現在要離火 我們先把液態的奶油再攪拌 讓它結塊的部分都可以溶掉 好 我們可以先把蛋液 先拌進去 拌到粉裡面 對 全下嗎 對 一次可以一次全下 因為我們今天奶油的狀態 它是比較熱的 所以我們分開 如果說你的奶油有事先加熱好 那它已經退到跟常溫 差不多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跟蛋液混在一起 好 然後再倒到我們的粉材裡面 因為我們是用馬卡文杏仁粉 它其實攪拌在一起 滿細的 對 它也不太會有那個 像麵粉有時候你這樣倒下去 它會有結塊 結塊 對 然後不容易打散 我們這個是不會的 如果我買到的杏仁粉是比較粗的 我需要再磨一下嗎 如果你們家有那種磨粉機 你可以再磨一下 如果 但是一般家用的磨 它比較容易有一個狀況 就是它會出油 對 因為我們馬卡文杏仁粉 它的油脂含量比較高 所以就會建議說 你可以稍微打一下 或者是 如果 或者是你乾脆直接過篩 過篩 對 但是你要用比較粗大的那種篩網 比較粗大一點的篩網 你會比較好過篩 然後 因為它不像麵粉那麼細緻 比較好過篩 剩下的你就直接處理掉就好 攪拌好的麵糊 大概是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好光滑 對 它就是一個很光滑 然後它蛋你也不用把它打發 然後你也不用 不用去把它打到用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用的模具是這個 這個模具大部分 在烘焙行它都會叫做水果條 水果條的一個模具 就大概是這樣子的大小 我們就把左右都鋪上好 烘焙紙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材料 倒進來了 好 OK 我們讓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你裡面鋪是兩條 對 它是兩條 一個比較長的 對 一個比較長 然後一個是這樣子的 對 我哪一個要放在底下比較好 我習慣是這個放底下 長條的在底下 然後再來才是鋪上去 對 好 然後這時候 就把材料都倒進來就好了 好 這樣剛好一條 其實它滿深的 對 它有一定的深度 可以倒到這麼滿 可以 它會滿膨的 它這個 因為我們加了無鋁泡打粉 去製造出它像吐司般的那種孔洞 所以 它會滿膨的 這個再調整一下烘焙紙的 一個狀況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 整個進去差不多是 八分滿了 對 然後大概烤個20分鐘 你看它表面上色 你就可以取出來 如果20分鐘到了 它的表面還沒有上色 就是再進去 因為每一家的烤箱 它的中心溫度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還是要以你們家裡面的 烤箱為主 好 我們現在就讓它進去 對 好 你是烤箱預熱好的狀態 然後進去 上下火是180度 對 我們先設定差不多 20分鐘 中間我有需要去看一下 它膨起來的狀態去調整它 大概需要烤的時間嗎 要 對 你還是要依它上色 跟它膨起來的狀況 然後去調整 你所需要的時間 當然食譜上面的時間跟溫度 就是給你們參考用的 你再自行做調整 好 我們就先讓我們的吐司 在烤箱裡面 待會兒我們來觀察一下 中間它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先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好 差不多時間到了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吐司 它真的膨起來了 金黃色的色澤 這樣子的顏色就可以拿出來了 好可愛 好 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可以直接把它扣出來對不對 對 可以 好碰 我們從旁邊把它提起來也可以 有 好鬆軟的感覺 對 對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像吐司 所以 錦珊老師 我們這個吐司 它是可以趁熱吃的嗎 可以 它可以溫溫熱熱的時候吃 那也可以 當然如果你吃不完就是可以放冷藏 分幾天慢慢吃這樣子 好 我們把它趁熱切開來一下 看看它的煮汁的感覺 小小 好 上面是酥脆的 對 好 移開來給大家看 好 我覺得熱的感覺 它的切面有一點像蛋糕 它這一款低醣吐司來說的話 它的口感有點介於蛋糕 吐司蛋糕之間那種口感 口感 對 一樣就是它不會有 白吐司那種精細 但是如果你熱熱地吃的話 它會比較接近像白吐司那種 口感上面 而且我覺得現在 它散發的是奶油的 香氣的感覺 可是如果說 你當早餐吃 想要有一點變化的話 其實它也是可以搭配抹醬 可是錦香老師要告訴大家說 你抹醬要怎麼樣符合低醣呢 這也是有挑選的技巧 對 像以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你在進行低醣飲食 減醣飲食 甚至於生酮飲食來說的話 你絕對不能夠攝取到 含有糖分的東西 外面的果醬幾乎都是已經調和好 餐有非常大量的砂糖 對 所以你在選擇上 可能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今天來再教大家 簡單地自製低醣的巧克力醬 巧克力醬可以自製 而且可以低醣 是的 沒有錯 其實這個做法也非常簡單 材料選擇的話 你可以選擇 85%以上的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 對 它會帶有一點苦澀 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甚至於選到95%的也可以 當然它的苦澀味會更明顯 黑巧克力選回來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隔水加熱 或者是小火加熱的動作 好 我們這邊已經把我們剛剛的 巧克力先融化好了 對 加熱的溫度就記得不要超過50度 超過50度它就會油水分離 就你的巧克力醬就不是那麼地完美了 我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加熱好的巧克力 它會像這樣子的狀態 很滑順 對 絲綢般的滑順 我們把它用到一個小的 好 那我們就準備我們的 麵包 它其實熱熱的時候 切起來酥酥的 然後裡面是很軟的 對 我覺得小朋友一定不會覺得 它吃起來跟一般的 這是小朋友 粉絲麵包的 什麼不一樣 對 你越想讓它接觸這樣子的 低醣烘焙 它的接受度越高 對 好 我選一片 好 選一片 一片漂亮 一點 而且你看又可以吃奶油 然後又可以吃巧克力 其實就覺得跟一般 我們在吃蛋糕甜點 好像就沒有什麼不一樣了 對 然後又是低醣的版本 好 很快速的 你看我們的 超簡易的奶油吐司 就已經完成了 滋味如何呢 我們持續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了 歡迎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那一會兒 我們就要來試吃看看 這個超快速的奶油吐司了 不過在這之前 低醣版的吐司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的 先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將混合好的麵糊 倒入模具中 以上下火接180的溫度 烤20分鐘 表面凸起 呈金黃色 即可出爐 出爐後脫模即完成 接下來我就要真的來試吃了 我剛剛在切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的酥脆度很夠 因為我手上這一份還熱騰騰 所以我特別挑了 這一個是 邊邊 邊邊的部分 我要來吃吃看了 咬下去還有咬絲了一下 對 邊邊真的滿酥脆的 然後我覺得油脂的成分夠高 所以它甚至酥脆到有一點 像是我們在咬酥菠蘿的時候 對 會有酥酥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部分 它真的會有像鬆膏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的膨發是靠泡打粉 所以蓬鬆的感覺 是在裡面咬起來的口感 可是其實真的不會有甜 或者是鹹的 明顯的味道 對 吃起來是單純的 杏仁的一個香氣 對 比較中性的味道了 對 其實真的很像吐司 因為你吃吐司麵包的時候 裡面也沒有明顯的甜 或者是明顯的一個滋味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像搭配 剛剛我們做的這個 抹醬 好 這個就是有搭巧克力的 而且是高趴薯的巧克力 搭抹醬吃起來 就會覺得真的像吐司麵包 然後上面抹上什麼樣 你喜歡的醬料 就呈現說你喜歡的口感 巧克力的香氣就是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或者是 可是限制就有點多 沒有辦法抹果醬對不對 對 但是像是無糖的花生醬 也是可以選擇的 花生醬可以 對 或者是 但是一定要選無糖的 但是花生來說的話 碳水會偏高一點 所以就是灼亮 你就是一樣維持在低糖的原則 或者是說像奶油也可以 像有的人會直接抹油鹽的奶油 搭配一起下去吃 所以花生 奶油 巧克力 那其實選擇也滿多的 對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搭配一杯咖啡 我覺得就是很好的一個 早餐的選擇 重點是做起來真的非常快速 就算在夏天的時候 你也不用忍受著不吃甜點 不吃蛋糕 吐司這樣子的口感 甚至加一點點的甜度在裡頭 我覺得它就會 好像是一個鬆糕的感覺 更讓你有吃甜點的滿足感 但是不用擔心你在身體 或是熱量上面 會有太高的負擔 今天謝謝捲山老師 謝謝瑋瑜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了 Bye Bye 見過 bit OOKING aw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